9月29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在北京举行盛大中外记者会 首都的中国记者 驻北京的各国记者 来自港澳的中国和外国记者 应邀来访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6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新闻工作者等 300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先生 国家们 欢迎你们来北京 跟我们一道 伴多中国十五周年的贵庆 你们可以进行新闻采访 进行这个报道 把你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全是该 代表 你们要 你们要很净体 你们每个人都要很净体 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啊 是不是你们老金呢 要比细一次 有这个危险 那么 现在 你们愿意提什么问题 我今天我知道的 可以给你们回答 请开始 布拉柴维尔刚果革命之声报编辑 恩范家 西德新闻社记者 巴格曼 伦敦每日快报记者 巴廷顿 越南通讯社记者 黎思荣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松也古夫 香港金报记者 佟燕子 和其他记者 先后提出了问题 陈毅副总理 回答了记者提出的 有关中国的对外政策 和当前国际局势的 许多重大问题 最后 陈毅副总理 就美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问题说 美帝国的穷击击恶 欺人太胜 欺负中国人 欺负朝圆 欺负越来人 欺负江北斋 欺负印度尼西亚 欺负档格里 欺负多明尼港 戴高乐又说他的欺负 戴高乐又接着办对他 戴高乐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 这是美国人造成的 那中国人这个欺负 有的人不可能 所以香港的基地提出的香港问题 而且是澳门的基地提出的澳门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澳门的问题 中国人愿意尽最大的忍耐 里面这个局势 中国人做充分的准备 准备美国人打进中国大陆 中国人彻底地消灭它 有一个澳门的准备 9月20日 美帝国主义F104型战斗机 侵入我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 进行军事挑衅活动 被我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 美国上尉飞行员史密斯 参荒跳伞逃命 刚一落地 就被我翁田人民公社的民兵活捉 史密斯根本没有料到 上天才一个多小时 就被中国英勇的空中英雄揍了下来 更没有想到 刚一落地 就当了中国民兵的俘虏 这是美军飞行员史密斯的证件 十三国文字的护命符 这是电台和军用地图 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 铸杰授奖大会 9月23日在海口市举行 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 代表国防部宣读加奖令 海南部队负责人 代表广州部队宣读加奖令 击落地基的飞行员高翔和领航员 地勤人员 雷达兵通讯兵等立功能员获奖 捕捉俘虏的民兵也立了功 这次胜利 再一次证明 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蹄 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挑衅 在会上 指战员表示 今后要百倍警惕 随时准备给来犯的敌人 以迎头痛击 9月14日晚上 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朋友 会反对佐藤政府批准日韩基本条约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 在上海举行示威游行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成志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年学联负责人 和正在上海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元四公一等 参加了示威游行 上海5000青年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沿途十万多市民 从日本朋友一起高呼口号 对他们表示坚决支持 日本朋友们高呼 打倒美帝国主义 阻止批准日韩基本条约 把美帝国主义从冲绳台湾赶出去 日中青年团结万岁 cent 修作能一支 立法 默奖 公园 国主义 中奖 当一区 当时 中国还得欲 分析